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兩款 義大利的正宗義式烘焙豆 我很喜歡去喝世界各地的咖啡 比如說日本它會有炭燒的風味 非洲會有非常明亮的果酸 義大利的拿鐵非常的好喝 還有義式的濃縮 台灣的話因為種茶的非常的多 那其實台灣的豆子有很多是種茶的產地 改成種咖啡豆 所以其實你仔細喝台灣的豆子 會帶有一點點的茶感在裡頭 那再來就是海拔的高低 對咖啡豆有哪一些影響呢 海拔越高就會冷熱溫差大 那冷熱溫差大的話呢 它的生長速度就會比較慢 咖啡豆的含水率就會比較的高 所以甜感、酸質感、果汁感 都會比較的明顯層次也會比較好 那尤其像最近非常有名的義劑 那它的生長速度就非常的緩慢 那在高山的地形來講 它的一個風味表現上都會比較好 那在平地啊 越平的啊 它的生長速度就會越快 那越快的話就會比較空一點點 那它就很適合拿來做所謂的商業豆 那義大利的豆子呢到底有什麼樣子的特別呢 今天就來各位介紹兩款 在進入主題之前記得先按訂閱喔 這樣子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通知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時尚米蘭 第一個部分 當然是要先把豆子打開 包裝上會有一個透氣法 如果你買的是真空包裝那另當別論 如果你買的是有這種透氣法的 可是它的豆袋是這樣子扁扁的 那你就要注意囉 是不是這隻豆子已經不新鮮了 因為它不會排放氣體出來 我們可以先聞一聞它的香氣 再來我們會把咖啡豆倒出來 怎麼樣子看它的質地喔 就是顏色光滑 表面均勻 不要像月球表面一樣坑坑巴巴的 那像比亞雷提的豆子啊 它的這個表面就非常的光滑 那再來是沒有月球表面坑坑巴巴的 好 顏色非常的均勻 那另外再教大家看一個東西 咖啡豆背後的這一條線 叫做豆芯 把它 欸 剖一半來看 它內外的顏色都非常非常的均勻 豆芯有開 代表豆子有烘熟 剛介紹完的米蘭現在來講 古都風味 氣勢磅礡的羅馬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味道 聞一聞它的香氣 我們把它倒出來看一下它的咖啡豆 那其實像比亞雷提的豆子啊 它在烘焙的時候是分批次烘焙 簡單來說有的豆子它是 ABCD四種豆子加到烘焙機裡面一次烘焙 那像這一隻豆子啊 它就是用ABCD分開烘焙 再把它混合在一起 所以啊 喝起來的口感就會非常濃烈 尾韻非常非常的持久 咖啡豆的光澤啊 它的表面一樣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豆芯它一樣都是有打開的 那再來的話呢 都沒有出油喔 這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可以從這幾個地方去看豆子的好壞 咖啡豆跟咖啡粉最大的秘密就是 一個是豆子 一個是粉 好 不是這個 好 枸子跟粉最大的差異到底在哪裡 豆子的保存時間可以比較久 咖啡粉它比較容易濕水氣 那所以它的保存時間會比較短 像我們家的咖啡粉啊 為了要讓它可以延長保存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是鼓鼓的 裡面是填充氮氣 你會先聽到 咖啡粉一升 那當然咖啡粉打開之後 必須要儘快的把它喝完 但是好處呢 就是你不需要再去額外買一台 磨豆雞 那而且啊 在義大利啊 他們烘焙好就直接做研磨 所以啊 它的大小顆粒 非常非常的均勻 所以它不會有像我們在家裡 磨出來的顆粒不均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要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囉 看一下我們的咖啡罐 下面是不是有一個LOGO 它是一個非常可愛的摩卡壺 顧名思義呢 這個粗細度就是專門針對摩卡壺 來去做研磨的 他們有獨特的烘焙技術 超過100年的烘焙經驗 來去讓咖啡的尾韻把它拉長 基本上咖啡豆跟咖啡粉的保存方式啊 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溫度、空氣、濕度 那接下來可能有人會問 到底是要放在冰箱、冷凍還是室溫 簡單的來說 把它放在肚子裡面最好 當然這個是不可能一包豆子立刻放進肚子裡 所以啊 一般我會建議用密封罐 常溫保存就可以了 那一般建議不要放超過一個月 所以像現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一個店家 提供了所謂的季豆方案 簡單來說 你永遠喝到的都是最新鮮的豆子 所以啊 今天特地介紹這兩款豆子給大家 這個也是義大利當地最受人們歡迎的兩隻豆子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介紹的影片呢 記得分享加訂閱 這樣子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囉 我們下次見 這個影片出比較容易忘記一下 價錢 是我 我иты 他們 FM 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